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2月27日和28日在越南河内举行第二次峰会 但最后谈判破裂 无果而终 对此韩国国家情报院表示 两国未能达成共事 主要是因为双方就解除对朝鲜制裁的问题存在分歧 美国主张完全弃核 但朝鲜要求分阶段去核 然而在传情议会结束后不久 朝鲜开始修复被禁止的远程导弹站 韩国情报院是指出 朝鲜正在修缮东苍里导弹发射场 对已经拆除设施中的一部分 进行顶棚和门扇的重建工作 并认为朝鲜此举可能是为了扩大 废弃该基地时的对外宣传效果 但也不排除修复后会继续用来发射导弹的可能 也表示 韩国与美国就朝鲜核设施 掌握的有关情报高度一致 关于美方在川津二会提到的朝鲜其他又浓缩设施 韩美军事情报机构 已掌握详细信息 并正在密切监视 东苍里导弹发射场位于朝鲜平安北道铁山郡 据悉在此发射的远程导弹 可威胁到美国本土 更多这些消息 尽情锁定迷惊电视将持续带您关注 记得数据三整体报道